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近年常有关之灵母亲其实是某女星的传闻 内容指关之灵与某女星长相相似 暗示她是关山与某女星的私生女 坦白说如看过张宾倩年轻时的照片 这些谣言便可不攻自破 关之灵不止像父亲 因与母亲张宾倩十分神似 大眼帅哥大眼美女的基因果然不容小觑 张宾倩祖籍江西南昌 香港圣玛丽女书院毕业后 考入长城影业并签订五年合约 张宾倩与乐地李强同期加盟长城 前两者均在李强领衔主演的家庭伦理片 《大儿女精》担任少女角色 为己张宾倩或派为《钻花窃贼》主角 饰演出手阔绰的交际花王曼丽 由此开启张宾倩、杨派摩登 娇艳叛逆的豪门戏路 经常扮演出身富贵人家 骄纵热情的小姐 从而获得《小眼猫》的昵称 青春热情之余 张宾倩也曾与游女怀春 饰演温柔稳重的大姐 展现动静皆宜的演技 其余作品上有《三恋》 《小蜜去史》 《未出嫁的妈妈》 《豪门夜宴》 《机灵鬼与小懒猫》 《锦上天花》 《枝粉小霸王》 《飞燕迎春》 《红蝙蝠公寓》 《黄金万两》 《艳遇》 《鸳鸯怕》等约20部电影 1960年3月14日 张宾倩与同公司的男星 关山结婚 隔年关山约满跳槽少事 张宾倩则继续在长城 为逐渐减少片量 1965年 张宾倩合约到期不再续约 就此淡出荧幕 专心做主妇 关山虽拥有美满家庭 但私生活依旧桃色新闻不断 张宾倩对丈夫抱持信任 也鲜少为此争执 无奈包容并未换来收敛 1975年两人离婚 张宾倩与儿子关世华移民美国 女儿关之灵则和关山留在香港 随着关世华返港工作 港媒也曾募集一身利落装束 银白短发的张宾倩和女儿逛街的身影 年轻时的张宾倩目光炯炯有神 是自带豪门气场的大气静女 踩入影圈 就因出色的外貌成功吸住观众目光 1955年8月 《华侨日报》一则《说张宾倩》的报道 更优雅道尽她的优势 一双圆圆黑黑的大眼显出她的面旁 分外轻言秀丽 笑是离我深浅 不知又含蓄多少甜味 张宾倩一度是长城颇为气重的新星 除身为明星必备的美丽 还具备桀骜不驯的气质 不带笑容时 则有高冷尊贵的酷感 1955、56年间 曾登上《官宣》杂志长城话报封面 也有以张宾倩为主题的大篇幅报道 然而随着同属大眼美女的陈思思窜起 公司对张宾倩的重视程度便有所缩减 从而转型为实惠陈思思、王宝珍等女星 搭戏的亲手旅行配角 或许是演艺事业遇上瓶颈 也或许是纯粹想回归家庭 张宾倩与官山结婚诞下女儿后 对电影的态度更显随缘 趁与长城合约到齐 便顺势吸引 她喜欢下厨房 并帮我照顾澳门一家旅社 及九龙袖庄的生意 因此她坚持不再与长城公司续约 挥别影圈 张宾倩是官山口中 好尽的家庭主妇 现实中 她也鲜少现身公众场合 仅偶尔以官山夫人的身份登上杂志 或以老板娘身份 经营两人于1964年8月开设的 顾秀庄生意 同一时间 官山在影坛发展顺遂 与每夜女星传出绯闻 被热情影迷包围施爱 报道指 张宾倩每天在家中不断接到女影迷 打给丈夫的电话 收到寄给丈夫的信件 电话声调中包含赤诚的感情 文字里竟是对官山赤裸裸的爱慕 记者描述 这些铺天盖地的热情 都令张宾倩感到不安 感到惊心 更有盛者 传闻有位痴情女星 对官山非常倾心 意向有人表白 对官山有着特殊的好感 一有空挡 便会去观摩她演戏 张宾倩对化身 超级发电机的丈夫 只得使出杀手锏 于是 为帮丈夫隔绝 阴阴厌厌厌 也会让自己安心 她一度频繁进出片场探班 密集程度几乎到了 有官山的戏 便进片场陪伴 尽管达到防患未然的目的 却也累了自己 对于习影的选择 张宾倩并未对媒体表露心声 只是静静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当一个温柔爱家的贤妻良母 无奈贤妻未能挽回风流丈夫 几经多方忍让与尝试修复的张宾倩 最终选择让彼此自由 我每年都有这种习惯 那就是当新年将到的时候 自己就私自立下了一个志愿 我的愿望仍是希望能在电影方面得到一点成就 1957年张宾倩在给影迷的公开信中 表述自己对电影事业的期许 实际上 在担任钻花窃贼主角后 张宾倩虽接到不少影迷来涵称赞 但她内心人觉有所欠缺 因此常利用闲暇时间 阅读电影理论书籍与观摩电影学习 之后几年 张宾倩仍静静静静静的演戏 却在未获得出入影坛时那般优越的资源 婚后 张宾倩先是边拍戏边顾家的兼职主妇 再是专职照料家庭与夫妻事业的专职主妇 身份由大一幕前的明星 转变为观山的妻子 观之灵的母亲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